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 不干涉内政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任何国家都不会允许别国 肆意破坏自己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国家安全立法是一国安身立命之本 也是各国的普遍法律事件 制定香港国安法 弥补了香港长期以来存在的法律漏洞 有利于使一国两制方针 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有利于保障香港的长治九安 数百万香港市民自发的签名力挺国安法 就说明香港民众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 就说明制定国安法深得人心 势在必行 一国两制是中国的基地国策 维吾好 发展好一国两制 靠的是祖国的鼎立支持 靠的是更加完备的法律环境 靠的是香港同胞的团结奋斗 粗暴干涉香港事务的言行 恰恰是在破坏一国两制的健康运行 必将遭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内 所有炎黄子孙的坚决的抵制 靠的是抵制 活动的力量 靠的是沙漠体